移民法院基案 今年料将增100万件 裁决一等就10年 美国多年来一直在争论如何解决非法越境移民问题 但法律瓶颈和拖延问题一直未能得到解决 美国移民法院系统成立于1983年 但多年来案件积压严重 导致审理进程缓慢 主要原因是联邦移民预算不足 资源主要用于边境治安和逮捕工作 拜登政府已经开始优先审理某些案件 如心抵径者和有犯罪记录的外国人 但低优先审理等级的移民 仍然需要等待多年才能得到裁决 这导致了数百万无证移民在美国生活 不确定是否能获得永久居留钱 一些法庭如奥马哈法庭 审理速度远远落后 等待时间长达数年 给移民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和困扰 今年移民法庭法官将面临创纪录的案件负荷 但积压案件预计仍将增加100万件 这一问题凸显了美国移民系统的不堪重负和资源不足 请不吝点赞订阅